是數不營 nationale的 方攀接到章,掌斑接到方,掌球驅員高,高遠驅求章 從近期的節目裡,我們在聖堂中堂晚堂 常看到一個重要且特殊的存在 傑渡時 這關於軍閥哥劇內戰分裂的故事 年來我們也說過 自秦漢以來,我們就說過諸侯週末太守爾 他們就是受封在地方管軍致命的 到後來又因時代不一樣了 中央衰弱 又或他們本身就不弱 而比中央強 於是舉兵 也可聯軍造反 向來如此 不過 往來 就是沒看過傑杜史 傑杜史 彷彿成了唐朝的特產 那傑杜史 如何來歷呢 我們看唐慧耀 這裡提嘴 唐慧耀 前篇說過 歷來典章 制度掌固 我們可以查查太平預覽 至少送以前 賢書也可以看太平廣紀 那今天我們要搞清楚唐代制度文化 就必須找找 唐慧耀 都是工具書 這裡唐慧耀 我自己看 GEM78 朱史中就說 前緣元年4月11日 早約 靜緣狂寇亂腸 美道分治 節度 從這開始 往後稱節度的就多了 雖然我不太知道他說的是什麼意思 因為就這樣突然出現了 沒有前文沒有後語 他是什麼節什麼度或怎麼節度 真不知道 再往後看到 節度史 梅史館內軍賦 後面說了來歷 武德元年 英隨舊日 胡為大總管 喔 原來 他原來叫大總管啊 所以說前文指的是節度史的執掌 後面才是來歷 我們把話說完 之後 豬州總管 加號是池傑 中間省略喔 改大總管為大都督 這邊就舉例來說了 贈官3年8月 黎靜儲定鄉道行軍大總管 這裡我們就可以知道 原來就是節度史的前身 所以說前面那個前緣年間 也就是唐素中時代的節度是另一回事了 這裡文中就說 行軍即稱總管 本道即稱都督 白話說 帶兵時叫總管 再駐地則叫都督 於是唐初總管與都督 可以說是一回事了 只是駐防與否而已 而後唐高中永迴年間又有重大改變 除都督帶史持節 即是節度史 不帶節者 不是節度史 原文非常白話 總說這類武官可持節 有的才叫節度史 這裡的重點我們後說了 先說完嚴格 之後 錦雲二年四月 賀拔岩寺 除梁州都督 從 河西節度史 此時有節度之後 遂至於今不改煙 原來唐瑞宗禮旦時代 真正在制度上才有了節度史 在這以前 只是稱呼 就先放到這 遲節的才叫節度史 僅於年間建置後 遲節成了大總管的標配 那 我 我問個問題 遲節是什麼呢 沒有啦 這一定要問 首先 節是器物 簡說就是一根 代節的族杖 這根族杖就以節為代稱 尤其在漢代歷史中很常見 我們就不引言了 太龐雜了 拿著名的勢力來講 大家應該都聽過也知道 漢書 卷61 張謙中有初死西域時被匈奴擒獲身符的故事 文中說 劉謙 十一歲 與妻 有子 藍謙 持漢節 不失 這裡就可見了 節不是指氣節 而是 持在手上的一件器物 所以說 氣節氣節 這是後來衍生出的名詞 事到後來 張謙歸國 這事就成了定制 漢書中說 自前開外國道以尊貴 天子為其一絕遠 非人所樂 與節 又說 炎大者與節 小者為父 這裡 死者遲節就有了這回事了 而且這東西只有正死 大死才有 復死是沒有的 這之後又有個更形象的故事 他的故事就與節合而為一了 那是蘇武牧陽 這個故事的終始 都與節相伴 首先 故事開始 乃前武以中狼將使遲節 送匈奴使者 留在漢者 漢武帝遣蘇武遲節為始了 但與張謙相同 蘇武被匈奴扣留了 期間蘇武滯留匈奴二十年而不祥 文中就簡述了蘇武當時的慘況 匈奴為了逼降蘇武而不給他吃喝了 所以蘇武 仗漢節牧陽 握起超池 睫毛近落 漢書就說 蘇武的節已經毀壞了 上頭的毛都掉光了 但依然 握在手上 為了生存 拿他牧陽 就這樣過了二十年 後來漢兄交好 漢廷就向匈奴來要人了 由於嘛 匈奴虐待漢死 就是蘇武了 所以只能詐稱蘇武已死 這等了二十年的和平 總不能放蘇武回去說 匈奴怎麼怎麼迫害他 只是 只包不住火了 後來 蘇武尚在的消息還是傳了出去 於是蘇武歸漢了 其實有這中間的故事 是非常悲慘且離奇的 還穿插了一個重要的人物對比 就是李林 所以我們保留到之後講這個故事 不過 我還是忍不住想說 漢書說到這已經替李林洗白了 尤其到了末尾 李林在蘇武歸漢時 起舞放歌 這是 這是正經史書難得一見的人物美感 這裡頭 簡戀的文字 將這個場景 形容得非常 夢幻且浪漫 好像同是淪落人 而蘇武 替李林 完成了他 永遠無法實現 也 也不可彌補的一個美夢 我從這深感 漢朝對李林的恨早已放下 當然 當然 蘇武歸漢時遺老 而家族還捲入模反風波 但到最後 遺武鑄結老臣 對蘇武的幽龍至極 即使到了蘇武年八十餘歲病逐 皇帝眼看如今宮夜 還是想起的昔日老臣 於是 乃圖畫其人於麒麟格 法其形貌 數其官爵 姓名 以禍官為首 蘇武最後 凡十一人 後世號為 麒麟格 十一宮城 畫宮城形象於宮中 就是從這開始的 也流傳到了清朝 不過這個東西目前是沒有存品的 不知道在漢幕中有沒有 尤其是 地靈裡面 我們就以此簡述 結的來歷與故事 他就是皇帝使者 天使的信物 後世也可以稱為傾差 最早用於外交為多 到後來 在意義上不夠用了 還加上了行軍武器 軍中的儀仗代表 輔越來增加其意涵 這裡我們也可以知道 輔越的流傳是更早的 從商朝 富豪墓葬中 我們就能看到 他是最早為儀仗禮 兵葬使用的存在 早在商朝就拿他作為軍隊權威的象徵 所以漢末到南北朝 常看到一個名詞 甲結月 就說 甲這個字在古代可以指 戴 戒 托的意味 形式上就是皇帝給予官員結月 而在地方上 戴天行軍管民 就是一根戴牛毛的族杖 還有一柄大斧頭 於是乎我們在這可以看到一個通則 這些制度定型前 都是便宜形式的 好比說截 就是族杖上綁牛毛 定制後 他有尺寸 顏色都有嚴格的規定 輔越本就是實用兵器 後來用於執行軍閥的兵器 於是這越 越做越大 大到無法去實戰 就被擺在那 成為指揮權的象徵 而截是朝廷 越是兵權 加起來就是 官軍指揮的兵權 只是到了初堂沒想起這件事 直到高中五周之際 才給五官配上捷 增加了龍賢與權力 這才有了全新的官賢 捷渡史 總的說 捷渡史就是 天子受於伏捷的地方最高五官 在地方上 只有治軍的權力 而後成為地方繁政 是唐廷衰落後衍生出的亂象 那我們就說唐朝的捷渡史有哪些 就唐會要來說了 簡說諸方捷渡史 都在開元年間實踐 朔方捷渡史 開元元年間 初為朔方行軍大總管 改為朔方捷渡史 河東捷渡史 開元十一年間 也稱 天兵軍捷渡史 隆佑捷渡史 開元元年間 河西捷渡史 錦雲二年間 就是 最初的捷渡史 如前文術 是赫拔岩寺為梁州都督 從河西捷渡史 自此 時有捷渡之號 安息四鎮捷渡史 開元六年間 這時而稱氣息捷渡 又稱 市政捷渡 宜息捷渡 鎮所在西域 其中 天山君在歲月城 就是 李白的出生地 金 吉爾吉斯 泛陽捷渡史 先廷二年間 此為早期 時捷渡中 最強大者 天堡三載 安禄山間泛陽捷渡史 平盧軍捷渡史 開元七年間 史思明 天堡十一載 平盧捷渡都知兵馬史 建南捷渡史 開元五年間 其中高氏 就是與王之煥 王昌林 陳森合成邊賽詩人的 高氏 就做過建南捷渡史 嶺南捷渡史 智德二載劍 依上加之 安息四鎮中的 北亭捷渡史 合成 石捷渡 之後的捷渡史 是多又龐雜了 我 且稱旗號 就不細說了 淮南 河南 江東道捷渡史 鄭州捷渡史 汴宋引波捷渡史 浙江捷渡史 華州捷渡史 淮西捷渡史 深光菜等道捷渡史 易定捷渡史 安皇捷渡史 陳曲捷渡史 徐州捷渡史 京南捷渡史 天平軍捷渡史 河陽捷渡史 再著重要的來囉 龜翼軍捷渡史 名為龜翼 這一陣意思就不一樣了 這是河西地區最具代表性的 鎮所包括敦煌 也是傳奇的中晚唐繁政故事 這主角就是沙州刺史 張義朝 起初就是反抗吐蕃統治 而舉兵歸唐 龜翼軍 建於唐朝 及至唐王 龜翼軍 依然存在 直到宋仁宗僅佑二年 才被西夏攻滅 你看這奇蹟的跨時代的地方政權 是歷史罕見的 這個地方勢力還影響了敦煌學 我們之後再講 接著龍昭軍捷渡史 翼昌軍捷渡史 山南東道捷渡史 襄陽捷渡史 此外還有 清王搖嶺捷渡史 這只是名義上治軍 而無統兵之時 早在 貞光二年時就有了 就是太宗時代 舉例來說 呃 我們不說權 這在 唐惠耀中都有 好比說 吳王克 除死 池傑 大都都 易 錦 琼 梅雅 等八州租軍事 再舉個例子 蒲王泰 除死 池傑 大都都 揚州 這關閒要長很長 要短的也很長 所以你看 這我能講權嗎 如果將來有機會說個人鑽石 我們再來引文 同類型的還有 宰相搖嶺捷渡史 我們就說一遍初死建立的官閒全稱就好了 開元六年11月 兵部尚書 河西捷渡副大史 之捷渡是 蕭松 除童中書門下屏章是 捷渡如故 宰相搖嶺捷渡史 自 之史也 這很明顯是官職龍閒 幽龍宰相之用 名義上說 知捷渡是 捷渡如故 我這麼猜想 他至多只有影響力 掛個空閒而已 實際上對遠地駐軍的影響有多大 可想而知 這是唐代捷渡史概況 在這樣的制度之後 也不成制度了 在五代是傳統 實質是地方領主 軍閒 這有如漢末的十八陣諸侯 其中強大者更能左右皇帝費力的 就說 朱里石流鍋 稱帝賢也皆為捷渡史 所以這樣的狀況 就如同漢末之後的丞相 丞相是稱帝前的門檻 看這個狀況 於是終結南北朝的隨唐 就沒有了丞相 要在綜合權力之下才有宰相 所以終結五代的宋太祖 趙匡應就要改變這個狀況 於是 悲酒士兵權這個典故就來了 所說兵權 就是傑杜史與清軍都指揮史 趙匡應本人就是這個出身的 對軍隊或地方的控制 全面且極大 他就利用文官 分散傑杜史的權利 與財政 此外為防地方繁政勢力做大 形成如晚唐的亂局 這個 當兵的趙匡應是最知道 於是抽調地方精壯入中央為禁軍 所以地方軍隊多是老弱 這就是後世說的強幹弱之 這下使得傑杜史既無實權 裁權也無兵權 就是個空殼 所以說傑杜史在宋代成為龍賢 恩賞幽龍之用 是忠式官職 老臣加官 武將勳吉 好如我岳飛就是清遠軍傑杜史 韓式中是寧國軍傑杜史 都是武人的最高武勳 說個題外話 不知道各位記不記得 水浮傳中 昭安後的百丹八將 多有武官賢 但人物中武勳最高者 就是最早的運城縣兵馬都頭 就是那個宋江的老鄉 梅染公諸童 受昭安後履歷軍功 後來隨流光勢破京軍 升任至 太平軍傑杜史 小說中出現的傑杜史 且先不說了 但說 傑杜史在宋代品制 先為重二品 是與六部尚書同列的 在泰衛 宋秘院之下 之後改革列為重一品 也稱 史相 史相這個稱謂也常出現在水浮傳 這時的傑杜史 在遼金皆有 但地位與宋是差不多的 直至元朝時廢除了 總說傑杜史在宋之後 就 成了可有可無的存在 有了他嘛 就有人祭遇他 沒了他 就好像家裡 你少了張凳子 你有過這種感覺嗎 直到蒙古人來了 該放出那句話 不是不要誤會 我不是針對他 我是說在座各位 都是 蒙古人來了嗎 收拾了所有人 就元人 自有其制度 是瞧不起 男人與儒生救治的 所幸嘛 傑杜史也就沒了 也為後人省了煩惱 如此而已 之後我們來 單說知名的傑杜史故事 可能就以 安石之亂或張藝朝為選題吧 以上